全油管最快新闻,据消息,张晓已正式担任北部战区陆军政委一职,并晋升为中将。 此前,他曾在多个集团军任职,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。 山东省和驻记部队近日举行了一场劣势工技活动,张晓作为北部战区陆军政委首次亮相。 张晓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集团军要加强转型建设,提升作战力量,全力练兵备战。 在此之前,张晓是陆军第78集团军政委,在习近平视察78集团军时,受到了肯定和表扬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